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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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各位線上的佛光人 還有大家吉祥 今天是随堂朝見 每個星期的功修法會 今天随堂朝見 我們是念佛 藉這個因緣跟大家來談談 這一次在疫情之後 社會的一個轉變 我個人是覺得 這次在疫情之後 整個社會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第一個 大家會在淨土思想上面 會尋找一個淨土 尋找一方淨土 怎麼樣的淨土呢 能夠讓我們安身立命 能夠讓我們放心的一個地方 我們講叫淨土 所以對於我們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的淨土 不管是極樂淨土也好 彌陀淨土也好 人間淨土也好 我想大家需要有一個更正確的認識 除了加速對淨土的認識之外 大家會回歸到理性 回歸到田園的生活 因為這次的疫情 讓我們人與人彼此之間自然而然 保持了一個社交的距離 讓我們更回歸到家庭 更能夠把握當下 珍惜跟家人相聚的時間 而且讓我們更養成了一種 解決問題的一個能力 譬如說現在看醫生 也能夠在線上看醫生 過去只聽說有問題 可以尋找 前一段時間尋找Google professor 有什麼就問Google 有什麼就找電腦 多少年前 我相信沒有人會想到 我們竟然連看病 都能夠再透過一個螢幕 透過一條電線 一個網路 就能夠實現 所以從過去到現在科技的進步 從過去到現在生活的轉變 那麼大家可以很理性地來思考一下 佛經裡面所講的東西 佛法所講的東西 釋迦摩尼佛兩千多年前 所教導我們的東西 絕對不是平空的 而是現在的社會 一一地在印證 那麼一一地在把過去佛陀 我們偉大的老師佛陀他行 所領悟的一些道理 那麼在這個世間明明白白的視線 告訴我們 據說現在很多人呢 慢慢回歸家庭 回歸田園的生活 自己種菜 自己動手 做一些食物 自己動手 做一些家庭裡面的維護 創意的東西等等 所以這一次的疫情 所帶給我們的幾種的生活上 未來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麼在這個改變之際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要對人間佛教 對人間淨土 有一個不一樣的一個認識 或者說應該有一個更進一步的認識 那麼淨土在哪裡 星雲大師曾經告訴我們 說淨土在哪裡 淨土三點 第一點淨土在哪裡 淨土就在淨土裡面 中天寺在哪裡 中天寺就在Rochdale這裡 就在我們洛根寺這裡 所以淨土在哪裡 彌勒淨土就在兜率天 極樂淨土 《阿彌陀經》裡面講的 從事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有世界名曰極樂 就從這裡往西邊走 三千達千世界 所以天堂在哪裡 天堂就在天上 地獄在哪裡 地獄就在地獄裡面 向上是天堂 向下是地獄 這是第一點淨土在哪裡 第二淨土在哪裡 天堂地獄在哪裡 就在人間 很多人會覺得天堂地獄 怎麼可能在人間呢 各位 天堂地獄怎麼可能在人間 在人間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由這一次疫情的控制 好的國家 像我們澳洲 像我們新西蘭 像我們台灣 像我們一些亞洲國家 控制好的國家 你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樣 比較沒有掛礙 比較安心 人們的生活 雖然受到了一些限制 但是還是能夠安心的 十一住行 還是大家能夠安心 沒有太大 有局部的改變 但是大家在反觀 某一些的國家 在螢幕上所看到的 有的往生幾百人 幾千人 甚至到幾萬人 美國 義大利 巴西等這些國家 大家就可以看到 所以人間的淨土在哪裡 我們澳洲是淨土 我們新西蘭是淨土 我們台灣是淨土 那你說人間的地獄在哪裡 人間的地獄可能就現在 在一些受苦的地方 像我們美國 也有法師在那個地方 也有道場在那個地方 我們美國的法師說 尤其是在紐約 我們有位法師是在美國的紐約 他講 這個 紐約市的市長 預計 紐約會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感染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呢 會倖免 那麼他們呢 正很努力的在做這個百分之二十 為什麼要做這百分之二十不被感染的人呢 因為他們還要用他們百分之二十的力量 這百分之二十不被感染的這些人的力量 再去幫助其他百分之八十的人 所以各位 天堂在哪裡 地獄在哪裡 人間就有天堂就有地獄 那麼第三點 淨土在哪裡 淨土就在我們的心中 淨土就在我們的心裡 為什麼說心裡有淨土呢 一念撐心起百萬障門開 一個人的念頭念力 你只要一生氣 你就像生活在地獄裡面 為什麼 怒火中燒 一個人一生氣臉一定是紅的 心裡的血液一定是澎湃的 對吧 那火燒的時候是怎麼樣 火燒的時候臉是紅的 身體的血液是要懂的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不要生氣不要生氣 人的氣要向下沉 氣成丹田不要生氣 心平氣和都是這個氣 所以淨土在哪裡 當你生氣你就好像在地獄裡面 當你的心能夠平靜下來 能夠安心能夠專注的時候 你就像淨土就在你的心裡 上個星期我們有一個青年 從小在寺院長大 他最近因為時間上比較可以 在家裡工作 他就聽我們佛光山永父法師 在講《觀無量壽經》 他聽了幾個星期了 他不懂中文的 他是不懂中文 可以聽中文 但看不懂中文 《觀無量壽經》 他從第一集開始 聽到現在四十幾集 一共有七十幾集 那麼他個人在聽的時候 他非常能夠跟著經文裡面 跟著法師的引導 他做觀想 但是他總覺得他觀不太起來 要觀樹 要觀寶地 要觀琉璃 要觀太陽 觀不太起來 心裡有點著急 他說已經好幾個月了 關不起來 那麼上個星期跟著我們 中天室的線上公修 那麼他聽到了 他說法師講 遇到問題跟困難的時候 要怎麼樣 不是找煩惱 不要煩惱關不起來 不要煩惱說 我為什麼關不起來 而是找什麼 找通路 找哪一條路 可以通 暫時先放下 結果呢 因為這樣子 他昨天 不是昨天 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六的下午 當他放下之後 再到他家的一個 靠馬路的一個公園 再去走的時候 很自然的 他專心念佛 他想我就不觀了 我就專心念佛 很專心的念念念 他竟然很自然的 他就把旁邊的高樓搭下 因為他住的地方是在市中心 旁邊很多高樓大廈 他很自然而然的 把旁邊的高樓大廈 想成什麼 想成《奧彌陀經》裡面講的 極樂世界裡面的寶樓 然後地上呢 有白色的那一條一條的線 他就在聽《觀無量壽經》的時候 他曾經聽到 看到金變圖 地上有畫了一格一格的 這個寶地的金線 他就把那個白色的線 想成寶地的金線 旁邊很多的車子 在那裡走 車子 車聲很吵 他把車子想成什麼 他說 極樂世界的交通工具 是蓮花 所以他就把那個車子 想成蓮花 哇 一朵朵的蓮花 一步步的車聲 變成一朵朵的蓮花 那公園裡面很多鳥 很多鸚鵡 本來鳥啊 鸚鵡很吵的 他把鸚鵡想成什麼 他把鸚鵡 極樂淨土裡面 有這個 眾鳥 眾生宣說佛法 鳥也是在講佛法 也是在宣說佛法 法音宣流嘛 對吧 他就把那個鸚鵡也想成 是在念佛 是在說法 一下子那個五十分鐘 他說 他忽然之間覺得 他非常的專注 就好像他覺得 他就在極樂世界裡面 我說哇 恭喜你觀塵了 他說師父 我沒有觀塵 樹還是樹 樓還是樓 鳥還是鳥 但是 我感覺我那五十分鐘 就好像在極樂世界裡面一樣 他說 I'm on the way I'm on the halfway 他說我 看到了修行的那種智慧 他看到了極樂世界的那種靈靜 那種智慧 跟修行是可能的 諸位 這個就讓我想到 一位在澳洲長大的孩子 看不懂中文的經文 但是透過他自己從小的耳辱目染 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的引導 到他自己信仰 信仰上面當他有一個空檔 他進去好好在聽 在聽經的時候 在聽法師在講的時候 他竟然能夠這樣的感覺 他甚至說 他甚至說 他阿公 往生七年以後 他有一天做夢 夢到蓮花開了 多年前 他曾經 我在南天寺 他曾經就來問我 他說 師父為什麼那麼久 我阿公都往生七年了 為什麼他七年以後 才給我夢到花開 那麼當時我也就跟他提 我說 人間百年 天上才一夜 天上一夜 人間已過百年 那時間是不一樣的 時間的算法不一樣 所以 他後來在聽到 在聽經的時候 聽法師開示的時候 聽到說 極樂世界裡面的上品上身 是馬上花開見佛 那麼極樂世界裡面的中品是什麼 要經過一夜 那他就想 他爺爺是七年 不是一百年 所以應該七年就是幾個小時 用科學的換算的方法 他說 那我爺爺很肯定的 一定是上品終身 年輕人這麼樣肯定 自己長輩的修行 一定是上品終身 沒有馬上花開見佛 但是經過了幾個小時 他就 他就花開見佛 所以各位 藉這個機會是要告訴大家 淨土在哪裡 淨土就在我們的心中 只要我們 能夠 不斷的 往這一條路上去學習 往這一條路上去體驗 往這一條路上去前進 我們就會看到光明 我們就會看到力量在那個地方 所以淨土在哪裡 淨土就在淨土 淨土就在人間 淨土也在我們的心中 那麼為什麼要念佛 念佛的意義是什麼 佛不用我們念 佛坐在這個地方 我們念它 它不會增加 我們不念它 它也不會減少 但是 心中的力量 我們個人的業力 個人的念力 個人的智慧力 我們會有所增減 為什麼要念佛 第一 要培養我們自己的專注力 一心一意 就好像今天 我們坐在這裡 誦經念佛 心無雜念 這個時候 每個星期六十點半 就是跟著法師們在佛前 這一段時間就是我修行的時間 我沒有什麼雜念 這個時候 你進入了一個三昧 進入了剛剛我講那個青年 所感覺到的一種 極淨的狀況 這就是淨土 這就是極樂 所以念佛能夠培養我們的專注力 讓我們一心一意 你不會念佛念一半 手機就拿起來打一打 念佛念一半 又跑出去 那當然 心就有掛礙了 心有雜念 但是念佛是訓練我們 從十句佛號 到一百句佛號 到一千句佛號 我的心能夠很專注 能夠一心一意 培養專注力 第二 為什麼要專注 因為你專注 你才能把你內心的寶藏 智慧的寶藏 你能夠挖掘出來 你挖地你要很 你要很專注啊 你挖一挖就跑掉 挖一挖就跑掉 再回來 你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好像煮水一樣 那個水一下子 你就要給它煮到一百度 開了 它就是開水了 你煮五十度 又挺一挺 明天再煮 還是五十度 它一直沒有辦法達到一百度 所以 為什麼要念佛 第一 培養我們的專注力 讓我們能夠專心 有這麼一句的佛號 能夠讓我們專心 而這一句佛號 是要喚醒我們內在的智慧 喚醒我們內在的佛性 就好像小孩子叫爸爸 叫媽媽 他是要把爸爸媽媽的因緣 爸爸媽媽的力量 把它給呼喚出來 當自己有所恐怖害怕 或者當自己有所歡喜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的那個人 就是他的力量 你可能想到你的父親 想到你的母親 或者想到你最親的親人 爺爺奶奶 那個就是你心中的力量 但是當我們的長輩親人過往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一直牽掛在那個地方 我們要牽掛的是一個有智慧的 一個老師 藉由他的力量 開啟我們自己內在的力量 這一條線就是念佛 所以各位 為什麼要念佛 其實是喚醒我們自己內在自我的力量 內在自我的智慧 幸運大師說 我是佛 我怎麼樣成為佛 你沒有努力 沒有用功 成不了佛的 不禁一番寒側骨 整得梅花鋪鼻香 你沒有走過 沒有經歷過 你沒有經驗可以講 你沒有體驗 你如何能我是佛 所以很多人認為念佛 念一句佛號 是很簡單 不簡單 光要專心就不簡單 光要喚醒自己的內在的這種主人 就不簡單 還有這一句佛號 叫無量光 無量壽 無盡無邊 無量無盡 光明代表智慧 壽命代表健康 代表平安 你只有智慧沒有健康平安也不行 你只有健康沒有智慧也沒有用 就像 我們常常講的 羅漢 你修福 你修慧不修福 你只有修 你什麼東西都很懂 但是你沒有結緣 你沒有福報 而且懂只是表面的懂 文字的懂 但是你修慧 你修福不修慧 有做義工 有做好事 你都很願意 但是 你沒有在心意上 心地上下功夫 你只有修福 你沒有修智慧 為什麼做 你不知道 人家說 你為什麼要到中天寺 拜佛 你為什麼要上香 每個星期六 你為什麼要參加共修 獻上共修 為什麼 真的菩薩有保佑嗎 你說不出所以然 那遇到問題困難的時候 就說菩薩沒有保佑 就說菩薩沒有保佑 經典還沒有看 就說經典很深 或者聽師父講了兩句 說好話 做好事 存好心 就說佛教的道理也很簡單 師父都講得很淺 師父都講得很淺 深有深 深有深度啊 淺有淺見 諸位 這個就是我們 自己不明白啊 我們自己沒有 理解 我們沒有超越時空去理解 我們沒有光明 會暗 我們沒有光 沒有智慧 所以你念阿彌陀佛 你要把自己的 內在的光明 智慧 喚醒起來 你要把自己內在的這種 你自己的健康平安 你要喚醒起來 所以智慧能怎麼樣 智慧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解決 智慧能消災 福報能什麼 福報能夠 讓我們 嚴受 為什麼福報能嚴受 福報你就健康嘛 對吧 你有福的人 你遇到一點狀況 你會逢凶化吉 遇到一些事情 你會有貴人出現 因為你節緣 你也幫別人 別人也幫你 你就有貴人 所以智慧能夠讓我們消災 福報能夠讓我們 健康能夠讓我們平安 所以一個人要有智慧 又要有身體的健康 所以要修福跟修慧 阿彌陀佛這四個字 是同時具足智慧跟福報 同時具足光明跟壽命 所以叫無量光 無量壽 一個是時間 一個是空間 也就是十方宇宙 淨土在哪裡 在心中 諸位 為什麼要念佛 剛剛講了四點 培養我們的專注力 喚醒我們內心的主人 智慧的光明 而且超越時空的連結 用無量光 無量壽 把我們的生命貫穿起來 那麼念佛要求什麼 今天我們大家在這裡念佛 念佛我要求什麼 第一 要求感應 很多人說拜佛不用求感應 那這感應是什麼 感應不是我要看見什麼東西 而是我要有體驗 就像我剛剛講 那一位青年 他的體驗是什麼 他真的覺得 當你專注的時候 淨土就在當下 當你專注的時候 你真的好歡喜 甚至於當你專注的時候 你的智慧就會被喚醒 這位青年跟我說 他自己很歡喜 他要跟阿嬤講 你要有信心 念佛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花開見佛 阿公在那裡等 但是他跟我說 但是阿嬤都會忘記怎麼辦 然後來自己又告訴自己 他說我跟阿嬤講 其實不是講給阿嬤聽 講給誰聽 講給自己聽 各位是講給自己聽 不是講給阿嬤聽 是要講給我自己聽 也讓我自己不斷的講 不斷的提醒我自己 就好像練身體一樣 你每天練五分鐘 每天練身體 去gym裡面練五分鐘 每天吃飯要吃三餐 那每天你也要有精神的糧食 念佛念五分鐘 而且每天念 跟你一次念一個小時 念半天 一年只念一次 初一十五才來拜 七月才來拜 重要的日子才來拜 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身體是要每天練 一樣我們的精神 我們的智慧 也要每天去開發 所以各位 我們要求的感應是什麼 是一種體驗 而不是看到光啊 看到什麼 不是 而是要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體驗 那麼第二個 念佛要求什麼 求快樂 為什麼要求快樂 念佛本來就是歡喜的 就是要跟周遭的人都能歡喜 很歡喜 很圓滿 要來拜佛是很開心的事情 不是說我有事情才來找菩薩 我來找菩薩是很歡喜 我來找師父是很歡喜 我找我周遭的這些 我都是有歡喜跟他們分享的 偶爾眾有一些不歡喜 我遇到他們講了 心開了 我也能夠很歡喜 所以諸位 念佛要求什麼 念佛是要求快樂 念佛是要求周遭的人 都能夠歡喜 念佛要求什麼 求世間的富貴 很多人說是無所求 各位 我們求的世間的富貴是什麼 世間的富貴是我們的法財 智慧的法財 內心的法財 什麼富貴 什麼叫有錢沒有錢 什麼叫功成名就 你今天有一碗飯吃 你吃得很歡喜 你有一個地方睡覺 你睡得很安心 這就是富貴 但是跟有錢沒有錢有關係嗎 沒有百分百的關係 是有一個基本的需求 但是沒有百分百的關係 有多少人家財萬貫 但是他是睡不著的 每天要吃安眠藥的 所以我們不要看到別人前面 開著很好的車 住著高樓大廈 但是他可能每天生活在 在恐怖害怕之中 我們不曉得而已 所以各位 求世間的富貴是什麼 世間的富貴 是我們的內心 要能夠安 我們要能夠有法財 我覺得我夠 我需要的 我都能有好陰好月 我想喝水的時候 自然就能夠有茶水 所以為什麼說不貪 如果貪 你永遠不滿足 所以念佛要求什麼 念佛要求富貴 求法財 念佛要求色身的延寿 過去人生可能四十歲 五十歲 六十歲 各位 未來的人生是百歲 百歲人生 我們曾經有一位 這個督導跟我說 師父 我們現在真的要好好照顧自己 要活到百歲 我說 為什麼 他說沒有活到百歲 好像對不起子孫 不是對不起自己 人家會說 孩子是不是沒有好好的照顧長輩 所以沒有活到百歲 各位 你看 現在活到百歲 不一定是為了自己 而是 而是這個環境 每個人都有機會 未來活到百歲 那百歲人生這麼長 要做什麼 一百歲 以前五十歲就退休 六十歲就退休 現在人呢 七十八十都還在努力的工作 但是 他的工作當中 他是有歡喜的 所以 各位 要重新思考 未來人生這麼長 我要 怎麼安排我的人生 遊山玩水 遊個三五年也就OK了 你不可能幾十年都遊山玩水吧 我們曾經過去 有人早年移民到澳洲 說他就天天打高爾夫球 打得很開心 打了三年以後 他說師父我現在不打高爾夫球了 所以各位 你天天做一件事 這件事情如果有智慧 你能夠在當中發覺智慧沒有問題 但是沒有的話 我們 都會有倦怠感 所以未來的人生一百歲 我們怎麼安排我們的人生 要有智慧的人生 要有健康的人生 所以很多人以為念佛是無所求 修行是無所求 心靈大師說 念佛要求什麼 求感應 求體驗 念佛要求什麼 求富貴 求法財 念佛要求什麼 求快樂 求歡喜 念佛要求什麼 求元寿 求健康 求平安 那麼真的因緣不具足 走了 眼睛一閉 就拜拜 醫院一天都不用住 前兩天 上個星期 我們有溫永喜安的信徒 他的兒子 突然發了一個短訊給我說 我媽媽走了 我嚇一跳 後來呢 稍微跟他談了兩句 了解一下 媽媽前一天進醫院 隔天就很瀟灑的走了 那他的爸爸呢 我記得是在 2005年的時候 2005年的時候 他的爸爸走 也是很突然 沒有住過一天的醫院 當中有很多這些過程 說走就走 到了醫院 幾個小時就走了 諸位這是善終啊 善終啊 沒有麻煩過任何人 活著的時候 健健康康 因緣一到很瀟灑很自然 我走了 拜拜 眾生是業力而來 菩薩是願力而來 眾生是在這裡 生生死死輪迴 那麼菩薩是什麼 菩薩有智慧的人 能掌握自己生命的人 他是來去自如 了脫生死 所以這些絕對不是口號 那麼 淨土的四種念佛方法 淨土 有四種念佛的方法 持民念佛 觀想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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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相念佛 我相信這四種方法 大家可能也都多少有聽過 抓著念珠幾句佛號這樣念 觀想念佛 最簡單的就是持民念佛 念著這幾句 歐彌陀佛或者拿摩 歐彌陀佛 抓著這個名字念 抓著這個自念 持民念佛 另外一種呢 是你觀看著佛像 看著佛像念 所以為什麼我們 人在最後的時候 有沾養遺容 就是最後你要緬懷他 去看一下他最後的 陰容晚載 那甚至呢 我們也講見面三分情 就是人看到面 是有感情的 有感覺的 有溫度的 觀想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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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看像 像已經在你的這個印象裡面了 你就能夠想到他的威德 想到他的言行 他的教化 觀想 想到他的這種慈祥 那實相念佛是什麼 實相念佛比較深 是觀法身念佛 這個比較深 就是從 妙有真空 真空妙有裡面進去 實為有 你看像為有 但是實為空 這個需要多一點的時間 大家才能夠去體會 去體會 但是 空絕對不是什麼都沒有 一定是真空妙有 一定從有才會進入到空 好 慈民念佛有幾種方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最普遍的就是 慈民念佛 那麼慈民念佛有幾種 念的方法 第一個叫大聲的念 第二個叫心中默念 第三個叫金剛念 第四個叫追頂念 像平常我們佛妻的時候 你哦密頭哦密頭 哦密頭哦密頭 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 一直往上追 那你可能大聲 你可能小聲 甚至有的念 有時候你在公共場所 你不適合念出來 那你就心中默念 所以慈民念佛的方法 有高聲念 有心中默念 還有精剛念 什麼叫精剛念 精剛念就是每一個字 都坑腔有力 不是像那个 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那个念出来的那个 是空心的 豆子都是空心的 一踩就啪啦碎掉了 所以金刚念是实实在在 金刚不坏 每一句都很扎实 那表示你呢 深道口道意道 每一句都很清楚 很明白 那么第五个叫绝造念 持命念佛 就是你很清楚 你很明白的念 有观想的意义在里面 那么第六呢 观想念 就刚刚讲的 所以这念佛的方法 有分为几种不一样的 礼拜念 边拜边念 往昔所造诸二叶 皆由无始坦成次 或者起来拜下去 南无西方皆引 阿弥陀佛 起来 再拜下去 南无阿弥陀佛 起来 所以也有用礼拜来念 也有拿着念珠念 甚至现代拿着技术器念 拿着技术器这么样念 其实呢 告诉各位 我个人不太主张用技术器念 你每天就想我要念一万句 但你这一万句是空心的 还是实心的 很多人就每天要追着十万 煮饭啊 走路都拿着念 如果你每一句都是金刚念 你每一句都是观照着念 你每一句呢 都是有观想 那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念念就忘了 念念念念念到最后 很习惯 念人的时候也在念 所以不是念佛的时候 念念人的时候也在念 那么这一句佛号呢 可能就被我们误用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么多的念法 都可以念 但技术念呢 大家拿念珠念 念珠是一个圆 拿技术器念的感觉不太一样 感觉不太一样 好 十口气念 十口气念 十口气 呼吸 吸了一口气 开始念念念念念念 一口气 第二口气再来 再念念 从头念到 呼吸再一次 你再念第二口气 它是照你十口气念的 这个能够让我们体会 人的一口气的重要 呼吸的重要 而且忙碌的 早晚十口气念 也非常好 所以有这么多 不同的念佛的方法 那么念佛的心境是什么 欢欢喜喜的 其实世界太美好了 欢欢喜喜 好像我经历了一遍一样 还有呢 悲悲怯怯 有长辈过往了 难过 总是舍不得 悲悲怯怯 如母义子 还有呢 空空虚虚的念 好像进入到法界一样 空空虚虚的念 进入到法界 法界里面 好像念到有点神游 念到荣为一体 那一般呢 大家也是肯肯怯怯怯的念 肯肯怯怯功德回向 祝念 我们就是肯肯怯怯的念 诚恳的心下去祝念 所以念佛的心境也不一样 那么念佛有几个必须要做到 我想我们下次 下次有因缘再讲 念佛有几个必须要做到 因为这个 是修行 三道三要三生三叶三法三世 非常的好 其实呢 每一个法门 里面讲的每一个方法 都能够 都能够让大家有所体验 佛以意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佛教真的是太好了 尤其在现在的疫情的这段期间 希望所有线上的佛光人 大家能够借这个机会 那么把人间净土 把人间净土的修行 把人间净土的佛法 我们能够自己去体验 能够自己去经历 求富贵 求平安 求延寿 甚至求快乐 求感应 但是这个感应是什么 感应 这是体验的感应 这个富贵是法财的富贵 这个快乐是大家一起的欢喜快乐 这个延寿是什么 是大家健康平安的延寿 那么今天随堂朝见 借这个姻缘 就跟大家讲讲念佛法门的殊胜 那么下一次呢 我们再讲念佛法门的几个要点 用什么样的心 能够让我们更加的 能够去明白 去体验佛陀的智慧 跟无量光 无量寿的道理 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